联盟大事 场外风云 白话美之蓝 一起聊个球 我是老白 NBA季前赛继续进行 胡人今天1917比111万败勇士 此一过程没什么悬念 首节勇士领先三分 四节分叉继续扩大 第三节勇士与勇士战军上风 某节胡人反扑未果 有个很扎心的数字 胡人季前赛至今战绩一胜三负 击败过熊鹿 输给过岑琳郎 太阳和勇士 虽然季前赛的主要作用是磨合阵容 胜负无所谓 可就以胡人季前赛展现出来的实力而言 新赛季情况真的不容乐观 之前著名篮球解说员杨一曾表示 整个胡人队给我们的感觉是死气沉沉 没有那种想要赢球的感觉 这正是胡人的最大问题所在 由于秀赛期毫无补强 害怕了普林斯和丁薇迪 现在的胡人总将信心动摇 以这种状态去打常规赛 别说明年进进后赛了 恐怕复加赛都难 作为对比 勇士季见赛子是猛的一批 希尔德 美尔顿和利凯尔三大新语言都兑现了价值 当然了 希尔德今天三分十中二 没能延续前几场的手感 但勇士今天事外线集体失准 连库里都十一中三 库明加三中零 所以不是希尔德一人的问题 能够肯定的是勇士相比上个赛季更强了 他们至少是西部第八的水平 甚至直接冲前六也有希望 勇士实力大幅提升 而胡人却在退步 这就是两支球队的真实对比 要知道上个赛季胡人和勇士争夺排名是非常激烈的 新赛季胡人已经和勇士不在一个层次上 再加上火箭 马刺和灰熊的竞争 胡人还能打进福加赛吗 值得怀疑 除了新赛季前景不乐观外 胡人还有一个问题令人无奈 那就是西菲诺和布朗尼继续低迷 前者今天六投零中 只靠罚球拿到一分 后者则是五中一 胡人的卧龙凤出再次刷新了我们的认知 西菲诺上各赛季就打得一团糟 通界周围顺位的新秀里 就属西菲诺表现最差 不得不承认 胡人管理层的选秀眼光确实不行 布朗尼从目前的表现来看 也基本是打不出来了 四场进前赛下来 共拿到四分四篮板四盖帽 当然科尔也是懂流量的 第四节九分七秒布朗尼上场之后 勇士斯大主力也还在 并且让追梦格林主防布朗尼 而格林也确实是个好叔叔 在防布朗尼的时候 格林还专门放他一步 看着你投篮 一般这都是格林和哥贝尔对位的时候 才会出现这种待遇 他放一个大中风经常会放对面一两步 让对面投 结果格林竟然放布朗尼了 防后卫还不往上踢 还敢看着他投篮 格林这是不是太过分了 当然有两种可能 第一种是世人情世故 爱与老瞻的面子 送送分得了 第二种就是坚信他一个球都扔不进去 当然格林还是独队了 下一次布朗尼得到空位三分出手机会的时候 格林就在远处看着布朗尼投 哭了也没上来防守的意思 可是就是这种防守策略 布朗尼还真的不争气 勇士放的俩空位也已经很给面子了 他硬生生试一个球不进 不光如此 自己不进球就算了 后面他又被维金斯造成一次三分犯规 上来啥也没感觉犯错了 场边的雷迪克都只摇头 要说亮点也并非完全没有 比如他今天在墨节坠身大猫的目的 可犯错的情况更多 一直到五分三十四秒 布朗尼才终于完成了一次突破上篮 终于完成了自己今年季前赛的第二次运动战进球 因为之前三场他的命中率是十一投一中 可惜布朗尼全场也就进了这一个球而已 出战九分七秒五投一中 三分三中零 拿到两分一个篮板一个干冒 还有一个犯规以及一次失误 唯一的好消息是正复职失灵 起码在场的时候没输分 比赛结束后詹姆斯接受了采访 谈到巴黎奥运会曾和库里并肩作战时 詹姆斯说道 我理解库里为篮球比赛所做的一切 我看到了他对比赛的态度 他展示了为什么他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篮球运动员之一 这番话很好理解 詹姆斯和库里互相尊重 而最后才是重点 谈到布朗尼季前赛发挥持续低迷时 詹姆斯就有些无奈了 他表示他布朗尼要学会继续提升 这才是最重要的 现在到了职业赛场 每一步都需要调整 作为老将 我们有责任去帮助他 他是个成年人 他也是个职业球员 他要学会自己处理这些问题 詹姆斯的意思很明显了 纠差直接批评布朗尼 老詹也认为布朗尼打得不好 另外 詹姆斯也没有什么好的建议 只能希望球队中的老将来帮助布朗尼 或者是布朗尼自己找到适应NBA的办法 其实坦白来讲 继线赛打到现在 基本可以确定布朗尼 暂时并不具备征战NBA的实力 刚起去发展联盟断裂一年或许会更好 就看老詹姆不愿意点头了 詹姆斯的话语权 能及大幅度决定布朗尼在乎人的未来 另外勇士这边 不得不说 在顾力铁都不行的时候 勇士还能打出这样的比赛 阵容深度真是没得说 回顾上赛季 为何勇士在附加赛再度崩盘 根源在于为了保障附加赛名额 库里不得不出战大量的比赛 特别是打入队的比赛 使他很想在场上多休息一下 队友多打打 可是结果却往往事与愿违 库里滑水打入队反而是惊心动魄 印象最深的就是打不过三智灰熊 以及打开拓折把DNP的库明加拉出来救火 二三赛季的季后赛 二次赛季开局和主角离世后一个月的表现已经 证明了库里的能力并没有下滑 但是他的体力无法支撑他打大量的常规赛了 所以新赛季勇士要想冲击西部上半区的常规赛排名 必须要学会合理地分配库里的时间和体能 让库里能够多轮休 那么核心问题就在于 当库里轮休时 目前勇士也以为要的阵容深度 能不能往往拿下附加赛的对手了 因此今天的比赛就是一真很好的强心技 首先说明一下新赛季的胡人并不是一只百烂的烂队 最终这场比赛勇士给出了非常完美的答卷 半场大家主力针刀针枪干时不落下风法而领先 而盗勇士衔接盾用上希尔德加小佩顿加穆迪加沃特斯加 尼凯尔加鲁尼的阵容时 只用了不到几分钟就打出一波流 怎么做到的呢 关键在于防守 二号位上梅尔顿 穆迪 小佩顿 哥哥能防 今天由于梅尔顿受伤为达 但小佩顿却战了出来 首先最近两赛季我们总是诟病小佩顿的表现 但是时尚这际跟他老受伤导致身体状态差有关 又跟科尔总是把他当风险球员用防三 四号位有关 如果将健康的小佩顿放回到二二赛季 他最熟悉的二号位位置 近几场他在防守端的表现是很不错的 以今天的比赛为意 一波流的最大原因就是他与鲁尼的防挡拆组合 完全锁死了对手的挡拆开发进攻 而之前四场季前赛都是梅尔顿和鲁尼的防守配合 今天的小佩顿和鲁尼 再加上李凯尔是一个协防大神 总是能实时地出现在干扰对方投射三分的位置 导致呼人这段时间内进攻断电 反过来当呼人频繁失误和投篮被干扰时 勇士就能打出快攻机会了 而这套阵容里有两个射手 他们在快攻中的空位接球三分是相当致命的 目的的三分球总算稳定下来了 虫犷也特别有杀伤 梅尔顿虽然没打 但空位三分也是一场的准 另外对于希尔德 过去两个赛季他的快攻得分效率均为每回合1.24分 效率排在全联盟的并列第15名 接合传效与马克西相当 领先于盟客 杰伦格林等知名快攻好手 快攻三分一直是他的拿手好戏 这是可以延续的部分 此外在阵地战中 别看这套阵容有小配顿加利凯尔加鲁尼三个非空间点 但别忘了 之前介绍斯托辞时 讲过当年他曾带着双枪加两个被防空的风险加策影形内线打出了联盟前列的进攻 靠的就是中锋的高位侧应 高位双掩护等战术 为射手们创造优质的投乱机会 而在勇士的一群替补中 希尔德从产销上看绝对配得上顶级射手这个名号 别忘了他们还有目的 沃特斯 梅尔顿三个不错的射手 再加上鲁尼的掩护质量对射手的巨大加成 真地战的进攻开发并没有想象中难 至少打伏加赛球队够用 尔赛后科尔出席了新闻发布会 科尔说道 我认为我们的阵容深度是我们的优势 显然 库里和追梦是关键 但对我来说 我们的深度才是我们的优势 可能大多数夜晚都是如此 我还没有看到联盟中所有的球队 但我知道我们是一支非常有阵容深度的球队 同时穆迪面对采访 谈到勇士的深度 他说道 我认为我们在几前赛中已经展示了这一点 那就是我们的阵容多么有深度 我认为那些最好的球队被低估的一点 就是球队的阵容深度 以及你在漫长的NDA赛季中所能承受的东西 不管怎样 这场比赛的内容反映出勇士找到了一套靠深度 优势打附加赛球队的方法 立足于防守 利用若对缺乏优秀的传控球员 传球容易失误 打不出战术实用意乱投的特点造失误 抓转换 转换过程中通过孔明家 小佩顿等球员的运动能力 希尔德的快攻三分等武器打出一波流 战地战则通过鲁尼加双射手的搭配来开发进攻 季节赛至今勇士展现出的团队氛围和战术特点是让人惊喜的 希望这种惊喜感能延续到常规赛 找回好看的勇士篮球 最后勇士输去媒体Warriors Booth晒出一组选学 数据勇士在过去十年一共有四次在季前赛胜场数五加 其余三次分别为2015年 2017年 2022年 有趣的是 此前三年勇士最终都夺得了总冠军 当然还有一点 21年肖赛期勇士精准演员 小修小补 效果突出 普尔打出来了 带领勇士季前赛五连胜 结果22年夺冠 今年肖赛期也是小修小补精准演员 目的空明家打出来了 目前也带领勇士五连胜 联盟唯一不败 而且还有个共通点 勇士两次高跟猛进的那段时间 唐神都不在 这不得不令人产生联想